台南市政府落工局每年都在鼓板思计港督 思考也都要继续 核心也进行了新个发表会 是将近半位核心在不同单位来实施 是结合了不同的地势 并将单位的业务表现出来 也讨过这次港督的机会 让核心进驾实在这条文化 已经提早达定未来的方向 为了协助核心的党进驾了解一种环境 台南市政府落工局 每一年都会基盘说部门思计港督 让参加核心进驾到无工局处 也许单位提早有出社会的体验 李苏加一种结束 落工局也第24号来办一条新个发表会 在公部门里面有些公文的流程 有些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 长官会做这样的决定 其实都有非常重要的法治的一个理由 因此非常谢谢各个学校也支持 我们同学能够到工部门来做所习攻读 尤其如果能够攻读的这个机关或单位 能够符合自己在学校所学的 那更是重要 因为有今天这么棒的展出 都是大家这将近两隔一来 在我们各计划里面 在各单位里面展现你在学校学到的东西 你再透过我们计划的单位跟你做旁边的这样的一个助力 把你做这样的一个导政 那让这个计划能够今天呈现最棒的成果的部分 这次的新歌发表 最后是有六甘教这份集合中心得到第一名 六甘教就业促进科 贵林区公所也分变得到第二至第三名 每一周都发挥冲议 因此就跟压商丁不同形式来表现 因为在不同的公部门 有的单位推广在地文化观光 有的单位是结合同下社会计划 可以看到学生非常用心 包括来自于不同学校 不同科系 不同背景的同学你们相聚在一起 因为缘分而让你们成为主员 那你们在报告上有很好的一个发挥 甚至于你们在职场上也学习跟主管如何互动 跟同事同侪如何互动 我想这个创新竞争的年代 团队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制作的经验 学生表示 跟过期人体的公家机关不一样 除了人员就自己的家庄地式以外 也将和了解地比较后未来进入 一段的方向 基家神梦以猛歌 新亚苦彩虹不得